要是沒有疫情的話 照道理說這邊應該是滿滿滿滿的觀光客 為了顧業績 就開辦外帶 可以看到公車也開始散路了 目前在法國的戶外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但是如果你是搭公車或者是地鐵的話 四強自信要戴口罩 不然就會免法135欧元 然後捷運裡面都有告示牌 這邊提醒我們口罩 衛生紙還有手套都必須丟到垃圾桶裡面 謝謝 這邊有告示牌提示我們 下午下班巔峰時間5點半到6點半 盡量避免搭乘地鐵 這邊可以看到 要是椅子上面有貼這個貼紙的就是不能坐 沒有貼貼紙的就可以坐 然後這是地鐵上每個人站的點 所以這兩個位置是不能坐的 因為太多人站了 然後這個是不可以坐 可以坐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Toga Deho這邊 平常這邊都是滿滿的觀光客 因為這邊是最佳觀賞愛菲爾鐵塔的平台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這邊完全沒有什麼人 只有幾隻貓 非常的淒涼 其實法國政府解除封城了 但巴黎就好像一座被病毒封印的城市一樣 其實法國這邊受到病毒的感冒和影響 但是法國人還是不改他們天生幽默 揮諧的性格 為這個雕像戴上了口罩 記得要把口罩戴好 口罩不是拿來裝飾用的喔 小姐 口罩是拿來遮口鼻 不是拿來遮眼睛的啊 口罩要戴好 一起加油吧 法國加油 台灣加油 世界加油 所以封城解除後是可以看到 其實大家都慢慢的跑出來 但人還是沒有很多 可能大家還是有所害怕 法國的國民服飾 Celios開門的 但是大家都有戴口罩 然後可以看到 斯華洛士奇也是關門的狀態 連麥當勞也是關的沒有開 可以看到LV旗艦店還是有開門的 還是有滿滿的人在排隊 所以第一天封城的解除 似乎也沒有很多人出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到像照片一樣 人山人海的時期 在排隊 封城的解除 一天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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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容易 可能是上一天封城